Date TV KPM 嗨 老师好 我们的电视和网络教学 又要开始拍摄了对吧 是 是 是 可是怎么感觉好像 今天有点奇怪对不对 有点凌乱 那个厂都好像还没准备好 那我们要准备一下 我们自己来吧 我们自己来吧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样待会的话 整个拍摄可能就可以更加快 也可以比较顺利一下 而且也比较有组织一点 对 跟前面也好像 还没有准备好 来来来 要准备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它移一下吧 移啊 要怎么移呢 这样子好吧 那个是不是要放出去一点 放出去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丽婷 那今天呢 跟我们一起在现场 就是有吉隆坡 沙勒秀滑小的 韦玉文老师 欢迎韦老师 好 你好 绿丽婷好 老师 我们一开始 其实在演的是什么一出戏啊 其实今天刚刚我们在演的那个过程啊 就是跟待会的这个教学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怎么样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把它写成一篇文章 哦 写文章也等于解决问题 是 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叫做共料作文 就是说这个作文是有给你提供了一些资料 所以透过这个资料呢 要求小朋友怎么样去把它的一些想法 把它书写下来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照片 有一些关键字 让学生就可以把他们联想 或者组织成一篇内容不同的 这么说也没有错啊 待会就可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那所谓的共料作文是什么 可能说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啊 一些家长可能都不清楚 孩子平时在学校学的 这些有提供了一些资料给他 要孩子们去书写的文章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待会我就来给大家做介绍 好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把学生请出来 因为今天同样有四位同学 跟我们一起上课 来看看是哪四位同学 你们好 小朋友跟大家挥挥手 是 我们在线上看到有着四位小朋友 这四位小朋友呢 也是会今天在这个 摄影棚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上 这一堂课的 是 好 听听小朋友的名字好了 老师请介绍 来 我们请这个紫柔 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好吗 紫柔 紫柔你好 紫柔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 大家好 我是紫柔 好 紫柔 好 杰鱼 杰鱼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鱼 好 来 我们请永倩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永倩 好 最后一位呢就是宣爵 我们请宣爵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宣爵 好 就是这四位小朋友 今天会跟我们一起来上这堂课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名字都好难念哦 都像那个大作家的名字 就是父母起得很好 然后呢也特别考一考我们的这个中文造诣啊 是 所以今天这四位小朋友 就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何谓这个所谓的提供了资料的这个作文啊 叫供料作文 好 请老师好好地跟我们讲解一下 是的 那电视机前的大家 还有现在小朋友你准备好了没 我们准备来上这堂课咯 所以丽婷啊 可能你小时候都有写过作文吧 所以老师常常就会跟你说啊 到底要如何把一篇作文写好 可能现在问起你的时候 你会有点概念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都是靠感觉 而不是感觉有时候会错 所以呢 光靠感觉不行 那现在就来问一下 线上的这四位小朋友啊 线上的四位小朋友你来说说看 要如何把这个所谓的供料作文写得好呢 来 谁要来发表 谁要来说一下 有没有 来 举手 谁是第一位想要说话 对 我看到永迁想要说话了 来 永迁你来说一下 我们必须了解他题目所说的 含义和图中给我们的意思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要了解他的图意 你看到这个图 他这个图里面会提供一些资料给你 所以了解这个图的图意是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下一位想要来说说看的 有吗 我们是请一下子柔好不好 子柔你说一下 除了要注重图意以外 还有什么你觉得是很重要的 子柔你来说一下 我们一定要针对题目让我们写的东西 不可以离题 要切题 要切题 就是主人所说的 第一 那个题目的要求很重要 除了你要看清楚 那个题目的要求 针对这个要求写出要点 而且是要针对性 就是所谓所讲的 不可以离题 你写的东西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回到题目里面的要求 那更为重要的 整篇文章写完了之后 小朋友请问 整篇文章写完了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不好 我们请杰宜来说一下 整篇文章写完了 你要做什么事 杰宜 检查 要检查 这个检查就可以看看 你的句子是否通顺 你用的这个词汇 有没有用到很恰当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书写的时候 你的脑筋一定是想到什么 赶快就下笔嘛 所以在完成整篇文章的时候 很重要的 就是要看看整个句子的结构 用词句型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错别字等等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对 因为有时候很相似 对 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嘛 所以最后跟小朋友所说的 检查两个字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老师马上来给我们的小朋友 一点评估吧 他们刚刚对老师的回答 对 我觉得刚才小朋友 有两位回答对不对 对 我听到是勇切小朋友 还有节育有回答 直路也有回答对吗 有 有耶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给他们打颗心好不好 好 这个宣觉 等一下你要加油哦 今天有回答的小朋友 我们都给他来画颗心 是 鼓励鼓励你们了 对 因为勇于发表你们的意见 在学习的路上也是很重要哦 所以待会希望有更多小朋友 很积极的回答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你争扮卡上给你们画上多多的心形 加油打气好不好 好 那我也要当那个 老师你少准备我的卡 好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回头呢 继续来跟大家谈谈 什么是供料作文 不要走开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什么是供料作文 那供料作文要怎么样写 才能写得好 我们请教一下 韦老师 是的 接着下来呢 就来跟小朋友讨论两个题目 希望说透过这个所谓的提供资料的作文呢 小朋友可以来提供一下他们的意见 针对这样子的题目 他们会怎么书写 记得吗 刚刚我们提过嘛 要注意那个图意 要针对性 要看清楚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小朋友你看到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你会怎么来写啊 老师先来念一下 大家先来注意看哦 注意这个题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也先要注意看哦 到底这个图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题目的要求是 如果你是伪宗 你会有什么反应 说出你会怎么做 并说明原因 所以在这边要我们做多少件事情 他要我们说 你看到了你是伪宗哦 你看到这件事情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怎么做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要说明原因嘛 来我们请线上的小朋友 来加油加油 看看哪位小朋友 先要来回答 立体要帮忙看哦 看谁先来回答 来四位 请问谁先来回答 请举手 是我看到紫柔 紫柔 紫柔请说 如果你是伪宗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怎么做 为什么你要怎么做呢 来紫柔 我会很惊讶 我会去阻止他 因为涂鸦墙壁是不对的行为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看到这件事情 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会很惊讶 为什么有小朋友在涂鸦墙壁 谁胆子那么大 对 所以刚才他说了一个字哦 他会去阻止他 阻止就是他会去做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他去做这个动作呢 因为他说涂鸦是不正确的 不对的一个行为 所以小朋友 有没有针对题目回答 立体你觉得有针对题目回答吗 有 所以我们给他来加油加油一下 打星星子 再等一下打一个星 老师我有问题 是 来你说 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 除了他 我们针对这个题目来写 那我们需要叙述 他事情发生的过程吗 不需要的 因为在这边题目问的是什么 他要针对这个题目来回答 所以在这个供料作文 这个部分 小朋友只需要看好 题目要的是什么 他就直接来回答 你问得好快哦 这个特优生 待会我再一一为你解答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 线上的小朋友 还有哪一位 想提供你的意见的 来赶快把你意见放出来 哪一位 有有有 你举手举了很久的 永迁永迁 我看到你举手了 来 永迁你说一下 我还会告诉老师 你会什么 我还会告诉老师 让老师知道事情的经过 你会想要去告诉老师 让老师知道事情的经过 所以意思说 你会看到这件事情 你会告诉老师 老师老师 我看到有一位同学 在涂鸦墙壁 这个可能你要看一下 她是什么名字吧 不然再回个头 这个小朋友走去哪里 不知道不知道 对不对 是 我们给这个永迁 打颗心 来永迁 他有勇于回答 永迁是这一版 下一位有没有 杰宇也准备举手了 看到杰宇也举手了 杰宇来说一下 看到这个情况 你会怎么做 我会劝告他 你会劝告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劝告他 因为我们不能破坏 劝下的墙壁 不可以去破坏这个墙壁 不可以去破坏公物 所以你看小朋友 有没有针对题目来回答 有 有哦 所以我要给这个杰宇再打颗心 恭喜恭喜 那炫爵呢 炫爵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炫爵今天好像很近哦 炫爵要不要试试看 针对这个情况 你会有些什么反应呢 炫爵 你又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伪中的话 炫爵 我会劝告他 然后和他一起擦干净 所以他会去劝告他 过后还会跟他一起 把这个墙给擦干净 好厉害 就证明说自己做的事 自己要负责任 你画的就是你要把它去处理干净 所以小朋友我们都热热的听到 孩子们都针对这个情况做出了一些回应 也告诉我们他会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对不对 那我相信在电视机前的大家 你也可以跟你家人一起来讨论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脑子里面会出现的就是你会怎么去做呢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那我们就快速来给孩子们再来练习练习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它叫做自华了 如果你是自华你会怎么做 要说出你的原因 刚才我们练习了一题 现在我们来练习第二题 如果你是自华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丽婷你看得懂这个题目吗 看得懂看懂 但我先看图是看到应该是在实验室 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灯吧 是一盏灯吧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自华 我会走过去剪起来吗 就是避免原因是避免这个玻璃的碎片 刺破其他人的那个脚灯 要给丽婷很多个赞才可以 没有给她打心 但是要给她很多个赞 那我们听听线上的小朋友 他观察了这个图 他知道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那个小朋友自华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看宣决已经举手了 我们请宣决先来说吧 宣决你先来说 如果你是自华你会怎么做 我会去通知老师 去通知老师 为什么要去通知老师 因为要叫老师来收拾 老师老师你去收拾吧 有人打破了 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会想去通知老师 不然其他人会不能使用 有道理 他要告诉老师有东西破坏了 这样老师也可以做一个记录 不然那个物品少了 可能下一组同学要使用 也不能使用 说的也是对的 我们赶快给她发个心 炫绝再得一颗心 这个杰宇也准备要说话了 杰宇你来说一下 如果你是自华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些玻璃碎片 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些玻璃碎片 为什么你会想要这么做呢 杰宇 避免有人经过的时候踩到或者是刮伤 他经过的时候踩到刮伤 可能他就会受伤了 对吧 所以你拿了三颗心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题目 但是每个小朋友的观点思维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说在平时的练习 尤其在书写练习 小朋友在课堂上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很勇敢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口一定要说出 他口要多开 要说出他心里面所想的 你心想到什么 你就要说出来 每个孩子脑子不同 有人说会去打扫 有人说会去找老师 是不是都不一样的内容 对啊 怎么可能出现千篇一律的作文呢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要先休息一下 回头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讲解 那每个人答案不一样 那取分应该怎么样才能取得高分呢 休息一下 对 待会儿再告诉大家 小学的作文当中呢 有一题叫做公料作文题 要怎么样回答得好 拿到更高的分数呢 请教韦老师 是接着下来呢 就要跟小朋友来分享 在公料作文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书写 才可以写得比较好 因为毕竟题目没有很难 但是小朋友很重要做的一点就是 他的这个表达 那个思维啊 有没有很逻辑性 第二 你写出来的句子 有没有通顺 那你就可以拿很好的分数了 所以接着下来呢 要来考考小朋友的 就是这个题目 小朋友来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呢 他的名字叫贱民 贱民骑自行车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把这个花盆给撞坏了 根据这个图 你看看这个图的图意哦 如果你是贱民的话 写出你会怎么做 并说明你这么做的原因 如果你是骑自行车的 这位小朋友 你是贱民哦 遇到了这个情况 你会怎么做 并说出原因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写好不好 机场出考题 对 所以小朋友你来准备一下 你思考一下 你准备一下 写一写 可以的话 你就快速的准备一下 待会来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把它列为文字 好吗 立婷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是贱民的话 你本身会怎么做 那我就不能讲我的反应 或者感受 我要直接回答说 如果我是贱民的话 我会停下我的自行车 然后呢 等等 我觉得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不用长篇大论 开个很大的头 来个很长的结尾 就是直接针对性这个题目 因为题目问题是什么 写出你会怎么做 并说明原因 所以你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如果我是贱民 我会怎么做 对不对 就是针对题目的要求 当然你说 老师我可以来一个句子先写 贱民在骑自行车 不小心怎么怎么样 如果我是贱民 这样也没有错 那问题是 问题是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是贱民 你可以直接回答 对你要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是题目的要求 很重要是回答这一段 如果你开了一个很美的头鞋 很长很长 但是题目要的这两个点 你都没有回答到的话 那是不是很可惜 对啊 而且就是浪费了你的时间 去叙述你会怎么做 以及原因 那我也想听 如果你是贱民 你会怎么做 我赶快停下我的自行车 把那个破掉的花盆 给挪开 移到那个草坪上 然后呢 可是又怕刺伤自己的手 所以呢 也要同时回家 告诉家人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说出 你会怎么做 有 但是我好像没有讲原因 有 你有说原因就是 你要放到旁边去 因为你怕 会别人会经过的时候 不小心你会吃到那个手 但是如果你可以说的 更具体一点就更好 因为你只会放去旁边 如果你可以再强调一下 为什么你要放去旁边 为什么 挪到旁边去 避免说其他人也踩到 或者其他交通工具 经过的时候 也不小心就是撵过它 又再给丽婷一个赞了 因为丽婷有针对这个题目 来回答了 所以看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里面 第一是想 写作就是把你想的东西 写出来 变成文字 我们来看看 线上的小朋友 你准备好了没 有没有小朋友 想来分享你写的文章 哇 有三个举手 四个举手 丽婷你来选吧 你想要谁先来分享 我来选了 刚刚 永迁吧 永迁 我们请永迁 你看看你是可以展示一下 你的文章 永迁要来展示他的文章 我们来看看 他会写出怎么样 他会怎么做 并说明他的原因 来看一下永迁的文章 不知道永迁写的怎么样 永迁我们请你来读一读 好不好 这段话 哇 满满的 好快哦 来永迁来念一下 根据这图 如果我是建民 我会先冷静下来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接着我会向妈妈道歉 并告诉妈妈 当我在做运动的时候 不小心把后院的花盆 给打破了 告诉妈妈 来龙去脉 请求妈妈的原谅 之后我会和妈妈一起收拾 避免别人 没有注意到而撞到歌伤 除此之外 我还会使用我的储蓄 再买一个类似的花盆 然后再把那一朵花 移植去新的花盆里 之后我会告诉妈妈 下次我会更小心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是的 谢谢永迁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文章 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 来我们来看 第一题目是建民 是明白的名 永迁你把那个建民 换了一个名字 变成了人民的名 但是你看 这个永迁她说 如果她是建民 遇到事情 她先会冷静下来 去思考 她有没有说 她会怎么做呢 有 她会去跟妈妈道歉 思考了之后 去向妈妈道歉 把事情来龙去脉 告诉妈妈 她为什么这样做 让妈妈知道 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外她会做什么事情 去收拾 避免别人割伤 会撞到 还会拿她储蓄的钱 去买一个花盆 再把她做什么 移植 超贴心 把她再种过去 所以从这个文章里面 你看孩子有没有 回答到题目的要求 有 有哦 在这边也要给 这个永迁一点点的提醒 如果要把这个文章 写得更好的话 不要忘记 检查很重要 检查错别字 对 还有包括你的句子 你思考一下 这篇文章里面 有没有句子 是比较不通顺的 比如说你看 她会向妈妈道歉 告诉妈妈 她在运动时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后她又在说 告诉妈妈 事情来来龙去脉 要求妈妈 再请求原谅 所以她有一点 好像重复 在说一件事情 是 所以这个部分 你去加强一下 把句子写得 更加的干净 明确 简洁 那么她就可以拿到 更好的一个等级了 对不对 是 好厉害 我想给永迁打两个心 谢谢 你不要加油打气 真的是太完整 因为我们的时间 有点紧 所以我们再请一位小朋友 好不好 来加油赶快 谁要举手 杰宇很快 杰宇举手了 我们请杰宇好不好 杰宇赶快来分享一下 我们请杰宇 快速的念一念 你写的这篇文章 是的 不知道杰宇会怎么想 杰宇你可以分享到吗 要不然就直接念出来也行 是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把你写的这个文章 给念出来好不好 来我们请杰宇念念 如果我是建民 我会向邻居道歉 并将事实告诉妈妈 然后我会使用自己的零用钱 拜托妈妈买一个新的花盆 再将小树苗种入新的花盆里 送给邻居以表歉意 接着我会帮邻居一起收拾地上的花盆碎片 和散落满地的泥土 这样不仅可以让我和邻居的感情 也可以让邻居知道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小孩 我在这边考考小朋友了 来先生小朋友 你有听到他会怎么做吗 谁可以来告诉我 你听到怎么做 紫柔你有听到怎么做吗 他 请说 他会帮他一起打扫 他会帮他一起打扫 还有你会听到他还会怎么做 先生小朋友 宣学 你有听到他怎么做吗 我买过一个新的盆 去买一个新的花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要再去买一个新的花盆 勇倩举手了 来勇倩你说 为什么他要去买一个新的花盆 表达他打破花盆的迁移 他要去跟他 对跟他道歉 不小心弄坏了 所以跟你道歉 所以你看小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两位小朋友 分享他所写的这个文章 孩子们都有针对题目来回答 这个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谁要讲很多次 这个最次 因为你必须针对题目 有针对性的回答 够根据题目的要求来作答 那至少你没有离题 你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小朋友常常要被提醒的一件事 就是平时一定要多阅读 你多阅读的时候 你用的词汇就会更加的准确 第二 你的句子很通顺的话 读起来不会很累赘的话 这样你整个就所谓的很简洁 句子又很通畅 这样你的文章就可以写得很好了 那清老师给几位小朋友再打分一下 看看他们今天表现如何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上我们的小朋友 都可以掌握等级4以上 但是他还需要再加强努力 才可以拿到更好的等级 毕竟我们都希望说要继续的什么 加油 再去思考一下每一次我的弱点是哪里 这样子我可以重 可能这一次我的句子写得不好 我就是加强句式的部分 我想到说我的词汇好像用的词太少了 我就可以加强多阅读 多去使用更好的词汇 那如果电视机前或网络前的小朋友 想要就是重温今天这堂课 可以到哪里去看 是的 那家长们小朋友们都可以到 Blanda Derimere KPM去搜寻 再去重温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部分 好 今天非常感谢魏老师 也谢谢四位同学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也希望说所有在线上观看 或者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堂课的朋友 都能够有收获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拜拜 谢谢线上的小朋友 跟大家换回首了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